欢迎回到书房里的12堂课 我是主持人永昕 节目的这一段 我们同样请到新移民协会的创会长玉珍姐 来跟我们分享一些 关于协会现在在做的事情 以及未来的愿景 那现在协会里面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服务还是课程 可以让这些姐妹们更快速的了解 或融入台湾的文化 因为我们越南跟台湾的文化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 就像说我们台湾我们是清明节 我们清明节的话我们就是去扫墓 在越南也是 对在越南也是去扫墓 清明节 端午节台湾是要吃粽子 越南也是端午节也是吃粽子 对 但是就是台湾的七月份 七月份台湾叫做 鬼门开 鬼门开就是鬼节 对不对 但是在越南叫做感恩节 孝顺父母 就是那个宜兰孝顺父母的一个节庆 比较注重的就是孝顺的部分 就是我们姐妹就会在越南就是七月份 都会大部分都会许愿吃一个月 就是回向给父母 吃素吃一个月 对吃一个月就七月份 就是叫做感恩节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八月十五号 八月十五号台湾就是中秋节吃月饼 但是在我们越南吃月饼还有就是点灯笼 台湾就是元宵节点灯笼 越南是中秋节点灯笼 我们还点灯笼游街唱歌哼诗对诗这样子 对像台湾端午节是华龙舟 越南我们在越南就是也是划船 但是我们是男女认识对诗 诗诗这样子对不对 是用这样子不一样的文化 对所以在台湾跟我们越南的有差别的文化 在我们像台湾就是只有端午节就是吃粽子 但是在我们越南就是过年还有端午节 两个节日都吃粽子 还有就是祭祖的时候也拜粽子 我们吃粽子的意思就是说丰收 以前做现在也是一样就割稻米是不是一年就种两次 在越南就是说我们包上去就是给祖先 还有就是丰收的意思就是每半年割稻一次 所以过年跟端午节就是割稻米 所以就是表示丰收这样子 那其实以前的时候台湾的教育也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支援 或者是课后的辅导 专门辅导可能第一语言不是中文的学生 但其实现在多了非常多的管道跟资源可以这样学习 协会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课程可以提供给他们来增加 对台湾文化的了解跟语言的学习呢 有我们就是我们协会有办很多课程就关于是说 学母语啊或者是让我们的姐妹去学中文 还有我们就是讲师培训还有就是母语师之的老师培训 还有翻译人员 还有就是各行各阅美容美法 我们都有办这个课程 但是我们常办的就是亲子的一起来学就是阅文 我们是跟别人办的办不一样 我们不是说让小孩子来学习怎么念啊怎么讲话 我们是用绘本来去带这样子 对就是说我们让小孩子他们去画就是我们的主题就是我的家 他怎么画妈妈啊全部家里什么人啊怎么样 所以我们老师就针对他画的来去教他越南语 他自己写中文自己来写那个粤语这样子 变成做成一个自己的故事的绘本这样 我们用这个方式让小孩子学习比较快 他也很喜欢这样 那你有没有带就是你的孩子去上这些课程 或让他们去教来上这些课程的小朋友们呢 我有我因为我之前就是我被家暴离婚嘛 所以我的两个小孩是跟先生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一块 但是我的小孩他去读南台科技大学的时候 大学里面有教越南语 他有去上 所以大概他会了解听得懂一些 但是不敢开口去讲这样子 我最小的话就是我两岁的时候送他回越南 所以他就会讲越南语 但是来台湾后来他就听懂一点点 现在也不会了 因为环境的关系 还有我工作忙了 国关系我可能每天我都十点才到 所以他们都没有对象讲 后来就不会讲了这样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稍微有一点点可惜 真的很可惜 因为他多会一个语言其实是他的优势 那要怎么样子就是在台湾可以推动 这些小朋友们多学一种语言 就是除了英文中文之外再多学一种语言 对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就是用不同的方式 来让小孩子去学习 这样子他才会去接受 如果是说大家都觉得我们新二代 台湾现在是不是比较优势未来发展 但是如果你就说你来学越语 他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个兴趣 但是说我们就是用不同的方式 来去让他可以去学习他们比较喜欢 就算我们用绘本这个方式 所以变成小孩子他来学的时候 他妈妈就念那个中文 妈妈学中文 对 小朋友学阅语 我们就念不是很标准 我们就跟小孩子说这个阅文是怎么念 中文是怎么念 小孩子说就纠正我们 我们就纠正小孩 变成就是两个人互相去学习语言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大家学习的还蛮不错的 对 是这样子增进也增进亲子之间的互动 是对 所以其实台湾跟越南的文化没有差到太多 主要还是语言上面需要学习 那么协会现在还有提供什么样子的服务 让姐妹们可以参加呢 我们最主要现在的就是推广的就是新住民 就是现在在网路都要当网红啊 就卖东西 疫情的关系都是在网路卖东西 我们要让姐妹知道说在网路卖东西要注意一些事项 还有就是法律的关系啊 还有怎么样让他们怎么样就是当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网红 不要说什么东西都在那边拜 要在那边拖在那边窗什么的 我们就是说这样子对人家对我们的印象不好 对 所以还有就是小旅行 就在我们台中这边我们中西区 就是在全国应该是算全国新住民当小旅行 就是我们的我们的社会在办 所以我们姐妹在中西区就是常常接到就是台湾人来接的小旅行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旅行的行程是大概有什么吗 我们会针对不同国家来去办 比如说我们就会办越南的小旅行 虽然我们就是来体验就是穿越南国服 还有就是做越南的春节 DIY就是做越南春节 或者就是我们彩绘那个越南的斗粒 因为就是人家没有看过我们越南斗粒 就是跟台湾不一样尖尖的 它是白色的 我们就是让观众就是来 他们就是把得古巴特把它贴上去这样子 自己创造自己的斗粒这样 穿着狗服就是走独中西区这样 姐妹带着去 别人可能是台湾人带导览 可能介绍说这里东西广场 这里什么越南少吃 印尼少吃 但是像我们姐妹带的话 越南姐妹她就会教大家就是 这个河粉越南语怎么讲 还有这个菜在越南怎么吃 所以变成我们带的导览 比台湾人带的更好玩 还有我们到公园 到别的地方比较会围在一起的 我们一起来唱越南歌 还就是像印尼的话也是一样用这样子 但是印尼的话姐妹带着那个 印尼的那个乐器 就现场叫大家唱同歌 再摇那个乐器 Tolomi这样子 泰国的话我们也是用这样子就是 针对就是每一个节日我们办不同 像泰国我们20月份 就是水灯节我们再来做水灯 我们做水灯 我们不是那一些不环保的 我们拿那个芭蕉叶还有那个芭蕉的梗 来去做水灯 我们就在那个绿川 把那个水灯就是好像在放水灯一样 就是在那边做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就针对不同国家来去办活动 那参加这些小旅行的大部分都是 就是新来到台湾的新住民吗 还是都是什么样子的 一半以上都是台湾人 他们可以在台湾现在又不能出国 刚好可以体验到异国的感觉 他们还穿着不同国家的国服 一直拍照 对一直拍照 变成很多他们就很开心说 我们走出去 去国外不一定有这样的体验 但是在台湾可以穿不同国家的国服 还走在不同的地方来去拍照 还可以认识到这些国家真正的文化 这样其实真的蛮有趣的 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东西广场 主持人知道以前叫做地广场 对不对 后来就是林扎龙他执政的时候 就变成东西广场 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接说 找八台游览车 就是从苗栗到云林 每一个县市要有一台游览车来到东西 参加这个东西的开幕的活动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就找其他县市姐妹过来 所以要带这些姐妹来这里 也要让他们介绍 要培训新住民成为导览人员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有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一直到105年到现在 所以我们就栽培不同的国家的姐妹 才有这个机会去让姐妹来发挥 所以我们姐妹在这个区来去当导览人员 很多他们先生说他们都不知道 这里 台中公园 古代留下来的日本时代有什么 所以他们先生说 不知道 反而都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历史 对 变成他们说毕业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实习 所以就是要自己的亲戚朋友老公来听他们去当一个导览解说员 所以很多就是因为这样子大家就知道说 家人来我们也可以带 还有就是亲戚朋友也可以带 所以就成为我们这一群的就是导览解说的姐妹 这样 真的很有趣很好耶 那如果想要报名这个话要去哪里 我们会就是在我们的FB 我们会有就是行程我们就泼上来这样子 对 了解 那接下来你们还会有想要做什么样子的有趣的这种企划呢 我们今年我们就比较会往说我们希望就是中区繁荣中区 这个也是政府一直喊口号就说把中西繁荣 但是我们觉得说如果把中西繁荣不是说要怎么样建设让更好 我们希望的是要怎么样把这里真正的变成东西广场 因为很多人说东西就是中区就是一个小东南亚 但是如何变成小东南亚 不只是6日 平日也可以 所以今年我申请了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办三场 6月份 还有就是8月9月办三场就是一个新住民的市集 我希望说我们就是有5个国家 越南 印尼 泰国 还有就是 菲律宾 缅甸 柬埔寨 就是不同的国家 大概就是有20个汤位 不同的就是有吃的 有喝的 有碗的 有DIY 有教学的 还有搭上小旅行 我们用个市集来去让大家就是 把东西广场的东西拉出来 因为很多台湾人不敢进去东西广场 所以因为加入太多义工 太多外国人会怕危险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东南亚的东西拉到激光街 因为在台中 我们所有的旅馆 每个礼拜中西区客满的 但是人都不留在那边消费 都跑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我们觉得说很可惜 火车站就是门面 门面进来每个外国人什么人来进来 台中怎么那么落后 因为它的美在里面 是内在美 外不美 所以我们想想把中区变成一个特色 像老街的观念 还有行销像百货公司一样 我们希望说结合中区的激光街的商圈 每一个月我们可能办一次的话 去把激光街的商品还有些现店家 就像百货公司一样 我这个月我就是来做一个特价的 对不对 原因来去做广告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整个中区的一个商店 来去做一个行销 我希望就是把中区变成 未来变成一个可以来打卡 可以来玩 来吃的 来参观 不用出国 在我们台中就有这样子的景点 对啊 那其实你一路走来啊 非常的前面有很多很辛苦的故事 可是你还是很积极的为大家新住民的朋友们 来争取福利争取平等 那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最想要完成的事情 在于就是让大家脱掉有色的眼镜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标签上面 你有没有最想要达到的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说栽培我们姐妹 让我们姐妹不同的领域去发挥 对就是让姐妹就是有舞台 有一个地方可以发挥 我希望说不要说一直很多单位说 一直在办课程让我们姐妹去学习 永远都是学生 我希望的是大家给我们姐妹的建立不同的领域 让我们姐妹去为大家服务 这个才是我想要做的目标 那么节目的最后 你可不可以跟这些姐妹们讲一句鼓励的话 好 就是我们新住民来到台湾不容易 对不对 我们在我们国家什么都不要来到台湾 所以我们现在拥有是最多的最好的 所以我们要现在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服务他人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发挥 如果大家想说你有什么能力 你有什么方法 你有想要做什么 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就是给你搭个桥梁 让你在不同的领域去发挥 这个才是我们未来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说 我们新二代就是未来的总统 总统的妈要表现 今天非常感谢玉珍姐 跟我们分享许多激励人心的故事 也给我们很多非常好的观念回去思考 那书房里的12堂课感谢你的加入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